厕所做的幸运色是紫色的 那你要做那一个工呢 你就是先搓两先把土搓圆嘛 然后搓两头尖 两头尖 两头尖 那大概有一根牙签的长度 好那你再给它弄轻轻的压扁 压扁以后你就这样子弄成对称哦 对称然后再把这个弯曲 弯曲 这个再弯曲起来 那你弯曲的时候一定要让服贴 服贴不要开开的让它服贴 因为等一下还要粘东西 好那这里呢你用 这边给它压一个这个等一下要粘上它的键 好这样子 好这个要弯曲好哦 有一个弧度比较好看 有一个S型 这样轻轻的一个S型的比较好看 来搓一条细长线 细细的长线 尖尖的地方往这里扎进去 这个要粘好 往这个扎进去 要粘好 然后这里这里这条 这个是一条线 就是拉长了 然后才能把键射出去 就这样子 剪一根牙签 那就是上下都要超过这个 这个弓的一点点 上下都超过一点点就好了 好 那你粘土搓长了 压扁 压扁 压扁以后呢 你就再给它包起来 包起来 那包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牙签尖尖的地方要露出来 头尾都要露出来 那多的呢 你就捏扁 捏扁以后你用剪刀 剪刀这样子给它修饰 修饰的 就是要包得很服贴 那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你就是这样子做法 就很好做了 好 你就服贴的把它 好 然后再滚一下 这个就可以包得很好了 包牙签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记得哦 这个尖尖的不要包 前后都不要包 都不要包 再滚一下 均匀一下 记得 好 他就是前后都不要包 这个剪的上端呢 我们捏一块 小小块的 用红色好了 这样子 你这样子 压下去就黏住了 然后你这个尖尖的地方 这样子 就给它用尖尖的 手捏尖就好了 然后后面呢 后面也 也是一小块就可以了 那你也是先搓扁 然后再给它 确定有黏住哦 确定黏住了哦 那跟它一样是平平的 可是 这里 后面就是不一样的 你就是要拿剪刀 把这个地方剪开 剪开以后拨开 拨开来 拨开来 然后 在你桌面上 压平 压平 然后 用工具呢 给它 弄出开开的样子 好 这样看得到 然后再给它 画一些纹路 画一些纹路 这时候呢 你要黏上去的时候 你要黏到这上面的时候 最好是沾浆糊了 那这个上下都要沾白胶了 因为这个接触点很少 怕没有黏住 怕黏不住 所以你这样沾了 这样压一下 它就黏住了 那你这边要 就是用 穿个洞 这个到时候干了以后 要穿线的时候 才有洞可以穿线 就是这里穿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穿洞 到时候 干了以后 就是 从这里穿线 这个地方 穿洞一定要两边穿 穿过去 还要再穿过来 你就是这样子 剪一条 30公分长的 文化线 然后对折 对折以后呢 再剪一条 15公分长的钓鱼线 也是对折以后 穿进来 穿进来 然后你再穿入 一些竹子 先穿入一颗挡珠 挡珠先穿进去 你穿进去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线要调整好 两条线要调整好 两条线要调整好 调整好 让它长度差不多 然后你再 挑一个 你想要的颜色 彩珠 你再穿进去 穿进去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挡珠 把它夹紧 夹紧 夹紧 穿进去以后 才能再穿作品 再穿作品 把作品穿过来 然后看你 看你要怎么设计你的竹子 看你要怎么设计竹子 你都把它穿好 都把它一个一个的穿好 穿好这个所有的竹子以后 你就靠紧 靠紧以后 再把它夹紧 夹紧 这个就是射手座 最下方呢 我们再给它穿竹子进去 然后绑死结 这个地方就绑死结 就绕一圈绑死结 那这个结 万一这个线露出来的线太长的话 你要修剪掉 不然太长不好看 你要把它修剪掉 这个要把它修剪掉 这样就是完成的一个 一个吊饰 下面的串珠 颜色跟作品是 是协调的 那你要你要长跟短 那随你的意思 水瓶 水瓶 双鱼 这是大一点的 牧羊 金牛 双子 双子 鸡蟹 狮子 处女 天平 天蝎 射手 摩羯 天蝎 天蝎 岩 天蝎 冷 天蝎 你 你 有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